有网红自曝给王思聪生了一个私生子 王思聪发文表示你是不是喝多了 看样子这位国民老公并不打算承认自己有这样的私生子 这还真是一个法律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首先这个网红表示说他的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而且照片都发出来了 有很多网友还表示说挺像王思聪挺像王健林的 当然这个网红到今天为止 人家也没有斩钉截铁的站出来说 这个孩子就是王思聪的 看样子双方都预留了一定未来谈判的空间 但是当然这个网红能放出照片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暗示 大家也觉得是不是这个孩子真的是王思聪的 对于王思聪来讲 咱们知道人家这些年谈过很多恋爱 交过很多女朋友 但是就是不想结婚 这当然是一个成年人的自由啊 你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 那么对于王思聪来讲 他大概率是不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确实有某个女性未经她的同意 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她生了一个孩子 王思聪要不要负上法律责任呢 很多成功男性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 咱们这么讲吧 有很多法律专家都站出来说 如果王思聪不承认 而且不主动的去做亲子鉴定的话 那么到目前为止 那个女网红应当是没有任何权利 逼迫王思聪去做亲子鉴定的 为什么 这个到底也很简单 如果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随时随地 带着一个孩子跟某个男性说 这是你的种 你得跟我做亲子鉴定 那麻烦了 那像马斯克这样的人 可能天天都得待在这个医院中抽血去做鉴定了 所以确实在没有其他辅助证据的前提下 那么王思聪当然可以拒绝去做亲子鉴定 当然也有人说了 我可不可以偷到一根王思聪的头发去做呢 你这些证据的取得是非法的 当然即便你取得了一个亲子鉴定 那个也是不被法律认可的 不管事实上他是不是王思聪的孩子 但是女方显然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孩子是王思聪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王思聪本人自然是不需要给予任何的经济赔偿或者补偿 这个就看他了 他如果感觉到那个孩子可能是我的 我愿意给钱 那可以给 他如果感觉到我管你孩子是不是我的 法律上反正认定不是我的 那我想不给 自然就可以不给 退一万步讲啊 大家还得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王思聪本人是富二代 他不是富一代啊 就算有法律支撑那个孩子是王思聪的 女方到法院要求王思聪给予抚养费 但是王思聪可以完全表示说啊 他本人没有什么生意 他没有正常的收入 甚至此前他公司破产不还传出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吗 也就是说他自己没有收入的前提下 就算法院判他要支付抚养费 那也顶天了 就是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支付 一个月才几千块钱 显然满足不了那个女网红的胃口啊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可能这个女网红想的是王家到现在还没有后人呢 王建林只有王思聪这一个孩子 王思聪连个儿子都没有 也可能假以实质 老王家感觉到怎么滴滴后继有人 说不定能认了这个孩子 但当然这是以后的事了 而且对王思聪来讲 被人用这样的方式生了自己的孩子 他愿意这样认吗 这件事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在韩国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说很多财阀家为了管理自己的二代 他们是怎么管的 大家知道吗 很多财阀家二代的男性十七八岁的时候 父母就会主动的带他们到医院去做结扎手术 是的 您没听错 就是把他结扎了 让他没法生出任何孩子 为什么 财阀的想法是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的财阀二代 这么有钱每天玩的花天酒地的 说不准就会留下一个半个种 那对于整个家族来讲就是巨大的麻烦 所以干脆把他结扎掉了 等到孩子三十两岁成熟了 找到一门门当户队的婚姻之后呢 没关系 这个结扎手术是可以撤销掉的 到时候再让他正常的结婚生子 你看看 还是韩国财阀有经验呀 太好了 好